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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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后她又看到了那个黑衣人 小美觉得黑衣人正在跟踪自己 她十分慌张 拼命往家跑 但却撞在了黑衣人身上 这个黑衣人长得和寺庙里的面具特别像 小美吓坏了 她绕开黑衣人跑回家后 还做了一个噩梦 梦到黑衣人来家里 把她的面具取走了 为此小美吓得大叫 爸爸妈妈听到小美的叫声 赶到她的房间 他们告诉小美根本就没有什么面具 她也不会消失的 小美觉得爸爸妈妈不会骗自己 就安静地睡下了 可是爸爸妈妈却坐在客厅里愁眉不展 随后黑衣人竟出现在小美家 黑衣人跟爸爸妈妈打了招呼 竟直走向小美的房间 她拿出工具竟真的摘下了小美的脸 原来人类因为环境问题 已经有二十年没有生育过了 所以发明了一些可以寄托人类情感的智能机器小孩 而小美就是其中之一 黑衣人将小美松动的螺丝修好 然后告诉小美的爸爸妈妈已经把那段记忆删除掉了 小美以后不会再为面具的事而担心了 第二天早上 醒来后的小美果然不再记得面具的事 她和之前一样开开心心地去上学 爸爸和妈妈在家里聊天 可爸爸突然反复地说着同一句话 最后竟然死机了 原来爸爸也是一个机器人 这时电视里发布了大气污染的警报 身为人类的妈妈赶紧戴上了房东面具 但那些智能机器小孩 全然不顾四周的警报声 和大烟囱里的浓浓黑烟 还开开心心地向学校走去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介绍到这里 喜欢我的亲 不要忘记关注我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